和中国做朋友有多香 你看看匈牙利笑得有多开心就知道了 前几天 比亚迪宣布在欧洲投建第一个新能源整车生产基地 地址就在匈牙利 这可把匈牙利高兴坏了 他们的外长第一时间在网上庆祝 说什么 这笔投资对匈牙利的经济影响有多么多么大 还可以提升匈牙利电动汽车的全球地位等等 自立行间透露着兴奋的味道 其实也别怪人家这么激动 主要是比亚迪的这笔投资太大了 不仅占地300多公斤 而且员工数量将高达数千人 投资额更是匈牙利历史上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 除此之外 比亚迪还会把自己先进的整车制造技术都带过去 打造一个欧洲整车制造基地 大家都知道 一个整车制造基地的周边 那是一定会有配套的汽车产业链 这意味着 匈牙利得到的可不仅仅是巨额的投资 和数量庞大的工作岗位 未来还真有可能让他们的电动车产业直接起飞 你说他能不开心吗 但是先别急 匈牙利外长高兴的可不只是这些 而是中国汽车对匈牙利的态度 在比亚迪之前 中国已经有很多汽车企业在匈牙利投资了 2017年 比亚迪就在匈牙利投资建设了一个纯电大挖的工厂 第一次把中国电动车技术带到了欧洲 2023年 未来汽车也宣布 将在匈牙利投建欧洲汽车制造 研发 服务 三大中心 这还没完 据说中国的异威里能 格林美 科达里等企业 组成了电池天团奔赴匈牙利 与他们洽谈合作事项 还有恩杰集团则更快 早在2021年 就率先在匈牙利投资了一个电池零部件生产基地 主要用来生产电池格模 中国车企不是在匈牙利 就是在去匈牙利的路上 如今再加上比亚迪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扛把子 预计未来 匈牙利的电动车产业将会飞速发展 换句话说 中国企业哪里是在匈牙利建厂 分明是把整个电动车产业链都搬到了匈牙利 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 看了估计都得哭晕在车里 要知道 这些国家为了扶持自家的电动车 对中国内是围追堵截 高关税 各种政策源源不断 结果电动车仍是发展不起来 反观匈牙利 啥也没做 就直接承接了中国电动车产业链 为啥中国对匈牙利这么好 原因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投桃报李 如果你从汽车产业链来看 匈牙利其实并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欧洲汽车产业主要以德国 法国和英国为主 这些国家都偏向西欧 因此整个汽车产业链 也分布在西欧和中欧位置上 越靠近东欧 汽车产业链越弱 而匈牙利就是位于中欧 偏向东欧的区域 从汽车产业链上来看 匈牙利并不占优势 但是匈牙利也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对中国非常友好 新中国成立后 欧洲有些国家还不承认我们的地位 匈牙利是第一批承认 新中国合法地位的欧洲国家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 欧洲国家也是嘲讽的多 匈牙利又是第一个加入的欧盟成员国 疫情后 欧美抹黑中国疫情 匈牙利还是第一个正式承认 和使用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 除此之外 匈牙利还发行了人民币债券 新建孔子学院 设置中文课程等等 每一次中欧闹矛盾 匈牙利总能毫不避讳地帮助我们 甚至有过连续三次 一票否决了欧盟提案的名产面 震惊了整个互联网 大家都没想到 在欧盟里竟然还有个铁哥们 对于电动车也是如此 德国 英国 法国等国家 都在担心 中国车企会不会抢了他们的饭碗 但匈牙利却表现出了巨大的诚意 不仅给予我们很大的优惠 而且还力排众议 宣传合作的好处 对于一个车企来说 钱肯定是想赚的 但是资产安全也更加重要 因此匈牙利就成为 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最大聚集地 均以礼相待 我自当涌泉相报 这就是中国自古的待日之道